Hello 大家好,今天是9月27日星期日 这是录制的节目,我是星期六中午录的 10月1日就很近了,今个星期四就是10月1日的中秋大游行 昨晚听到政府已经不发这个不反对通知书,我相信大家都预料了 现在民阵正在上诉,我相信上诉也是失败的 但我相信会有大量的黑衣人,黑衣人也好,密衣人也好 警方又会有大量的警力出来,又会有大量的人被捕 现在香港人慢慢拉到不害怕 拉到不害怕了,其实香港人是 你不拉回去大陆就可以了 现在香港是... 拉信了,有些人觉得我出得来,我就预了坐牢 在我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悲剧 坐牢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也可以预见,上一次... 在占中之后的五年,14年 就出现上一年这么大型的社会运动 我估计再有一次这么大型的社会运动 我相信这次不需要五年 因为现在香港的民怨... 其实民怨是去到很极点 我相信是不需要五年这么久 可能...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继续多三年 我相信下一次更大型的事情 更暴力的事情就会再出现 在2019年,大家看到香港是... 即使有这么多社运都好 其实是很斯文的,大家看到 一百万人出来游行都好 玻璃都没有打烂过一块 他还可以自己撿垃圾 但是随着你警方或者中共用的暴力升级的话 下一次再出现就不会这么斯文 因为他知道斯文没用 大家明白,你知道和理非是没用 我们已经说过 对付中共和理非是没用的 大家记不记得当年邓小平说过 他说共产党是骂不倒的 你和理非跟他说是没用的 其实你跟他说钱就有用了 大家最近应该有听到李鹿回大陆 他在大陆四围行买东西都没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李鹿当时是六四 二十几个通緝法里面其中一个 为什么李鹿会没有事没有人执法呢 四围行四围拍照都可以 还跟政府官员吃饭开会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股神其中一个基金经理 他一投资到中国就过百亿美金 不是港元 你和中共说钱就可以了 说钱就可以,你说其他东西都是不合理的 你说黄理非是多鸠鱼 那我们一会说一说中秋大游行 推这个所有的什么健康码 什么旅游泡沫全部没用 我们一会就会说外资撤出了 我们一早已经说了 我一早已经说了 香港要怎样才可以重生呢? 你要玩完一锅才可以重生 玩完一锅 大家要明白共产党是一个这样的党 他要个人躺在棺材 棺材里面有十口钉 你钉到第九口钉 不要钉住 我改了 他是一个这样的党 你看当时邓小平就知道 如果邓小平再不改革 他就亡了 因为我妈妈当时是吃树皮的 真的吃树皮的 不是开玩笑 但是为什么当时这个状况 全世界没有关注 因为他 都没有跟全世界有东西 所以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年代 我跟大家说 全世界可以没有了中国 当年就没有了 有什么问题 当年也没有 是没有的 是吧 当年台湾那么厉害的时候 我们1990年回中国的时候 会继续通街乞衣 台湾那时候 去中国那些去旅游 拿出来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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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中国有什么问题 曾经试过的 但是中国就不能没有了世界 没有了世界他就会窮 我来说完全不 可能现在那些人 他还年纪很轻 我们曾经见过 有什么问题 是吧 你八几年代的时候 都窮得窮 对不对 八几年代的时候 你回去 我还没回东莞 我的朋友回东莞 那时候很窮得震 是吧 我们 我们那时候回去 几毫 你想象不到的 那时候 我们要摄脚多少钱呢 五元而已 人仔 九几年代的时候 五元摄脚 摄一个小时 五元人仔 等于香港三元而已 对不对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那个历史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尾一点 会讲解 为什么中共这次 不够四条三行大地产呢 你看到 那他说出来的理由 完全荒谬 就是他解释的理由 完全荒谬 就是说有人去沽空他 这些荒谬 好 那我们的patreon连结在下面 那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supporting channel 那就是五元美金一个月而已 那你就可以看完 那有 就是中间有一两天有人骂我的 那就是说美股不是反弹 就是反弹美元 就是调整美元 那我也不多争辩了 大家自己去看回指数 大家现在看回指数就知道了 那我也不再争辩这些什么 因为永远都有这些人出来的 十几年来都是这样的了 那我不再化唇舌争辩了 有料没有料 你自己看回指数 所以我喜欢财经 因为财经看到回指数 你看指数就知道了 是吧 你看回指数就知道了 你不用跟我争辩的 是吧 十几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已经习惯了 那反而港股呢 大家就要忧虑少少了 港股 大家真的要忧虑少少 下星期就会淡 一定是 因为十一黄金周 那再下星期就 螞蟻要上了 那又会有一轮 就谷一谷 但是传统股呢 就未必会被人谷 就是谷它上那些 那港股我是比较 比较悲观一点的 那你见到美股就已经 就是 叫做喘定了 那我们都升回的 去到37-38% 那今期 youtube投资筆记呢 就是今个月的最后一期 那我也都会讲 10月的波动 那今期我都会讲Costco 那大家 这一期你就不要订阅了 因为是最后一期 那你订阅的话 就订阅10月 是吧 订阅10月 但是 怎样说呢 就是面对现在香港这个环境 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你说2016年我开始讲的时候 我绝对想不到在香港会在 就是我是知道大获的 就是我们出来讲是知道大获的 就是我知道共产党的破坏力是很大的 它走过草都没有一条山的 其实你会发现 那么多斗争 那么多悲剧发生 最后得益的都是共产党 你看到他们在美国大把钱 12亿美金算 最后得益的实际就是他 他搞那么多事 搞到存在不生 就是拿了你的钱 其实讲穿了是这么简单的事 就是你一直有跟进共产党的 你就会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我希望在来近一年 就是香港会 叉就一定是叉的 但是 希望不会叉得那么紧要 也都希望 就是Donald Trump可以当选 那么局势会有些明朗化出现 短期震荡就一定有了 香港没有震荡完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玄学 大家都知道 十年一个运 你又不会 你好也不会好一个十年 你坏也不会坏一个十年 通常你好就好六七年 你坏也坏六七年 正常来说 我估计香港会坏到03年左右 差不多 03年 04年左右 你就开始看到有什么改变 所以大家要 忍耐一段时间 现在 未来近这几年 都是一些香港人 鼓爆春袋的情形出现 就是说 他说 我是要这样做 你有几百万人 你有七百万人又怎样 是不是 我只有那几个人 但是我手上有枪有炮 你吹我不像 但是这些情况 大家要忍耐几年 我明白香港人很怒火 很怒火很怒怒 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有时候美好的明天是忍耐回来的 就是香港人要储存你自己的实力 要储存你自己的实力 就是 当时间一到的时候 你一出来就搞定了 你见到譬如波兰那些 他一倒就倒台了 一倒就倒台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香港有几百万人 两百万人不太多 你同一时间出来反政府 政府一定倒台 一倒他就倒台了 中国也是 其实你十四亿人 哪里需要十四亿人去反党 四百万人 你根本已经倒台了 整个政府 但是你未去到这一点 未去到这一点 现在香港就是等他去到这一点 加上国际施压 当他再做这些坏事的时候 这个日子不完 但是大家现在要忍耐 就是保存你的实力 10月1日 大游行 那我可以告诉你 无论他有不反对通知书也好 黑衣一定逮捕 年轻人一定逮捕 大肚子也逮捕 小孩都没放过 那些人都出来的 其实 一定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声援这十二位年轻人 我的观点很简单 如果他们犯了法的话 即使他们犯了法也好 最少一件事 你都给他们和家人去通电话 这个是我最低的要求 大家看到李家超那些 其实是完全废话 因为现在已经有内地律师找出 其中有一位 最少有一位 政府才给一个律师助理他和他谈 那何来说十二个全部委派官方律师呢 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在香港这个地方 中联办和所谓的国安注定大 但是当你这些人 他走到内地的公安系统 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没有人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包括譬如骆慧玲 或者郑雁雄 郑雁雄可能好些 因为他是做港澳办的 你只能够问一下 没需要回答你 你跟他争了几百万个官阶 所以所有你看到林郑 李家超 全部是自己作的 他自己看的 他根本是没有问过 因为别人根本就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哪位来回答我 你什么官阶 你只是一个一点 我整个深圳公安厅 我需要回答你 你哪位来问我 你又不是党位 你以前的话 以前的罗惠玲就行 但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你香港中联办事什么东西 港澳办好些 但一件事都是无用 所以全部这些官员是作的 没有人问过 没有人敢问 也没有人答你 但我们的要求是很简单 总之 你将这件事提升到国际层面的话 有压力的话 他们会好些 但我仍然非常担心 有些人有抑郁 或者哮喘没有药食 这些一定不会是人道对待 我也希望国际可以发声 最少你给他通电话 如果你真的证据确作 而要坐牢的 不是回来香港坐牢 真的是证据确作 证据确作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他够不够胆告诉你 船家是谁 他够不够胆告诉你 哪个快艇 他完全不够胆告诉你 如果正常 他会告诉你 公开的 你看到他完全不公开 你就知道这件事是有事的 他不敢公开 他现在不敢 你看到他一句都不敢认 所以这件事 其实一定要提升到国际层面 香港人不能够坐冤浴 他真的坐大飞回去 入了中国水域的话 你起码也有个船家 船家去哪? 没理由船家 没理由船家都没有 船家是偷渡 他不是犯中 现在很明显叫他们认罪 很明显现在就叫他们认罪 认罪拍片 然后搞定 中国这些招数 没有新招数 来来去几十年都是这些招数 所以大家一定要为他们发声 真的 如果不是没有人帮他们 这个是旧的 不过原来一样的 刚刚播出 本港今天都是新增两宗 没有不明源头个案 我们都说新增 就是这些一宗两宗四宗 那些很久的 那 真的希望可以 我们都说过 稳定地变零的话 是要十月中的 如果十月第一个礼拜 已经是 我们接着看 就是关于健康碼的问题 香港大部分的 我们在地产小专家已经说过 你看到 现在一路去说健康碼 他其实是兵分两路的 一路就是跟中国 你看到一路 现在说是争取旅游气泡 就交给邱腾华去做 这两个兵分两路 我们这样分析 你听到一件事就是 特区政府不断在香港这个地方里面 不断扔出来就说 我们的开发已完成了 我们争取 我们先说中国那边 等香港搞定健康碼 之后就可以回来地 做生意 但你看到一件事 中国是完全没有回应过的 包括中联办 是完全没有说过的 你连一些风声都听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件事 开不开通关 跟这些是远远超过 鲁惠宁所能够去到的范围 通不通关 完全跟鲁惠宁是无关 他完全没有这个权力的 他完全没有这个权力的 权力完全没有去到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中国根本就不想放人 特别是那些洗钱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中国完全没有反应 正常中国应该会 他应该会宣布 现在中方的反应正面 如果香港清零了多久的话 清零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就会用健康码 你看到特区政府是完全 完全没有这些信息 就是单方面自己在说 现在香港在做的事就是 自说自话 就是自己和自己说 我们先讲中国的方面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澳门的状况 这个就是李慧琼这班 很明显的 这个和揽炒无关 这个什么反揽炒救香港 完全和揽炒无关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建制派那班人后面的利益 是严重受损的 因为我们尾段不会讲到张宇人 我们也讲过他们那班人的利益 是严重受损 包括工联会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 无论你多受损都好 为什么你看到中央好像是没有反应呢 某程度上来说 不应该是没有反应的 对不对 他都要救回深圳、罗湖商业城等等 你看到他为什么是没有反应呢 正常是有反应的 因为他不想那些人出去花钱 他即使容许你做都好 他现在有个疫情 疫情就是最大的借口 他用个疫情 就把所有中国的钱锁住了 不让你的人走 好了 但是现在疫情慢慢过去了 疫情慢慢过去了 特别是香港 世界上某些地方的疫情都好了 比如美国 欧洲这些地方 比如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都是好了 那些地方 好了 疫情这个借口 他只能够用了今年 那没有这个借口又怎样呢 现在没有什么案例 为什么你还不让别人来呢 所以你看到现在他自己 都不能够回复 他不能够说我不让别人来香港 他现在还借疫情 但是现在香港只有两宗案例 为什么他都不回复呢 原因就是 第一 他还在想这个借口 第二 就是他根本就不想那些人出来香港花钱 大家看看澳门 澳门你是很害怕的 这是9月25日 你看一下 汇丰比 浩岛姑 最新的目标 你是 脚都远了 你看一下 那些 就是 铃河娱乐那些 根本就没有动过 你看看永里那些 就是 为什么 我在 前两天 看过 YouTube 是9月中出的 他说现在在澳门 非常奇怪地 澳门都和香港有同一个憧憬 因为其实澳门和中国通返已经整个月了 居然有一些赌厅是全线结业的 大家知道澳门赌场有些赌厅是发出去做的 有些赌厅 一开始就说 要 就是 辞退所有的雇员 那 后来谈不上 就 就是 就是 有些折头 減薪 那 后来 在9月中又再出 就全线解雇 那大家会很奇怪 为什么之前不解雇 现在才解雇呢 熬了这么久 原因就是 当他们通返之后 他看到真的没有人来 大家知道 賭鼓 最重要就是贵宾厅 就是说要有蠔客 那大陆有什么蠔客 全部都是洗黑钱 对不对 对不对 全部都是洗黑钱 对不对 就是 大家如果 可能你们用勢 是 我们那时候 在东莞的年代 零几年的时代 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个年代 我想差不多有 十几年那么长 完全不用做 我认识一个 台湾去那边 在龙画 他叫小高 他说 试过一个星期 下了多少晚卡拉OK呢 五晚 三四点就下了 一路喝一路劈酒 劈到什么呢 劈到天亮 接着就车回宿舍睡 第二早 早上 大家知道 他们都是在厂睡 11点多 起床 吃过饭 旅行 游去卡拉OK 他过了五六年 这样的生活 但是 但是 当时 在零几年 他一个月 他那个 他做免料 有成千万马步 你想想 你赚一元人民币都死了 一马步 是吧 当时零几年 一千万 派了片之后 你还有成六七百万 六七百万 当时在国内 白点说句 你做沙大王就可以了 但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那些日子是不会再回来的 那些日子是 过去了 不会再回来的 你现在看看豪赌股 就知道了 你一见到 根本上 他开了之后 他见到 根本上就是 没有贵宾厅的客人 你靠我们这些 去赌两千元老虎基 走过桌 去赌桌 赌桌 赌桌大小 糟糕了 对不对 每个月的租金都不够 人工都不够 就靠出去 香港是一样的 你以为开了的话 就会有自由行李香港吗 你可以 你回去他没问题 你回去他没问题 因为你进来花钱 但是他那些人出来 不会零的 很难批 零是不会的 很难批 不批 你 你回去他没问题 因为你回去是带些钱回去的 所以我觉得 这班所谓总商会 或者工联会 这些 是看不清楚的形势 他们还认为 得中国得天下 这一句说话 已经out 这句说话 其实在 我们看到香港的自由行 其实在15年左右 已经玩完了 就是中国的故事 已经玩完了 你说他会不会 衰到 衰到以前文革的年代 那就不会 但是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粮食 当你不能够自己做粮食 而不断要买的话 第一件事 你被人捏住 第二件事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就会用了大量的外汇 去买粮食 当你连粮食都没有 大家知道粮食 其实越来越贵 这样的话 你再赚不到美金 你现在就很糟糕 很头痕 香港现在这样玩法 未来两三年 都是很糟糕的 我们一会儿看回去 我们说完中国 我们就先说外国 你见到邱腾华一直说 旅游气泡 有没有任何外国国家回覆你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任何外国国家 跟香港说 有任何健康码的联系 因为健康码 其实在外国是没人相信的 简单说句就是 你要入境 你要入境 可以 做核酸测试 pass了就可以了 不pass的话 你就隔离了 跟这个情况同一个case 在外国也是一样的 你去外国 他就OK 如果你已经pass了核酸测试 但是你叫外国的人来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个国安法在 我现在看回那个情况 现在越来越严重 其实更加没有人会来 更加没有人会来 那你的人出去就是花钱 你带不到外来的人来 你怎么办 你看到海洋公园 他没有了 没有身家 但是减薪50% 他做不做呢 他都要做 他主要就是在 我们叫做管理层的层面 管理层那些要减薪 再看 最低工资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走过 你的钱就去到他那里 你现在看一样东西 法定最低工资 动薪两年 香港没有通胀的 就是共产党来管治之下 就没有通胀的 不是的 一样贵的 大家看到 一样加紧的 那些东西 除了租金便宜了些之外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不是 不是没有通胀 你没有份工 现在你有24万人 是没有了份工 所以现在很多 一些叫做 网上带货 直播那些 但是大家要明白 当你一窝蜂去做的时候 慢慢慢慢地 就是大家 之前听过 很多不是做网店 当时我们很多朋友 都做网店的 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网店赚钱 就是淘宝和天猫 都不是你 赚钱是一句 都不是你 你就赚到一段短时间 一年两年 这些不是长久的 即使我们做网台也好 你少些能力 你都会慢慢地被社会淘汰 你跟不上步伐 慢慢地被社会淘汰 当然你说 生活工资要54.7亿 一个小时 或者01 最低工资70元 这些当然是不可行 但是问题就是 你当它 即是当它 凍了两年的时候 你基层的生活是很难捱的 你什么丝都好 这个蓝丝都要穿蓝衣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是没有能力再帮香港 中国是没有能力再帮香港 香港亦都没有能力帮中国 但是香港还不了手 它会被中国 即是被共产党抓肝 是这么多 其实现在 为什么我们说的情况会越来越差呢 大家看到 越来越多这些 所谓暴动罪 判四年 这些完全都是 我们都说它一定是去到区域法院 因为为什么呢 区域法院是junior 区域法院是junior junior的法官已经归了 那你再打再打上去高等法院 才会有一些 即是有良心的法官 去到终审庭那些 你根本打不到上去 这个法官居然说影响警民关系 所以要加刑 警民关系一向都差 从来都是差 即是这些都不是藉口 这些都不是藉口 即是当你越来越多这些case 的话 更加不会有外国人敢来 中国人都不会来 这些case 但是中国它不知道 因为他们封锁消息 但是当外国人知道它越来越 更加不会来 更加不会有外资来到香港 那些外资走得更快 这个就相当之有取美性 这一位23岁的李大生 我们看看他 即是说他藏械 然后找到一张文宣 就说 即是煽动分裂国家 但是他后来又不敢告他国安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告他国安法的话 10月12日的制裁名单 就把你放进去 所以他就告他最早期的就是藏械 我们看看他收到什么 大家看看他收到什么 检获他突击搜查他粉领 因盛远一个单位 检获一支胡椒球枪 一支伸宿棍 两把军刀 三支气枪 一件被弹衣和15个防毒面具 大家想想想一件事 一个示威者 或者是 他拿这些东西的 不会用来玩的 是不是 要钱买的 他会买一支胡椒球枪 那买来干什么呢 伸宿警棍两把军刀 其实军刀很多人都有 军刀很多人都有 气枪 被弹衣 防毒面具 这件事给我感觉 这件事像是警方的 多于是他 像是警方的 多于是他 大家在17年之前 18年之前 从未香港 可以说一年都不会有一单 这些案件 现在就发现很多这些案件 如果大家记得去年的时候 葵冲警署被捕 就是向警署 扔汽油弹 其实最后抓了 就是那个警长 是那个警长 将这些所谓的 攻击性的东西 或者爆破性的东西 给他 然后由他做 这件事不是我作的 大家可以看回去年的新闻 我们也报道过 那究竟这些所谓胡椒球枪 是谁给他呢 真的可以在网上买到 你在网上买一支给我看 你在网上买到一支伸宿棍给我看 对不对 气枪这些你不能说 因为有些人是喜欢打瓦game 喜欢打瓦game 防毒面具你都不能说 因为白点说句 有很多人喜欢打瓦game 是有防毒面具 但是胡椒球枪 这一类的东西 是警方的东西 这些是震步才用的 没有人会买这些胡椒球枪的 正常打瓦game 是买橡胶子弹的那些枪 或者索性买一支真枪 索性买一支真枪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 按中胡椒球枪款式 与军方所用相近 与警方所用相近 大家就可以看到 究竟 这些东西是谁给他呢 我也奉劝大家青少年 不要为了钱 去受人疏败 即使会跟你说 我们是警察 我们是警方 有什么问题 我保住你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很多共产党的招数 我们都很清楚 插行触插 对不对 很清楚 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胡椒球枪 一个正常人 他如果要打瓦game 我就买一支上胶子弹 要么就买一支真枪 只有震报的人 才会买一支胡椒球枪 其实 没有人会买一支胡椒球枪 大家便自己 用自己的智慧去想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说 外国的他不会来呢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你所有的公务员 现在都要走这个体制 根本上整个政府团队 就没有人会相信 为什么当时要换了 而换入聂德权 做公务员事务局 因为他救狗 他就等于当时的梁振英 曾蔭权就不做dirty job 他宁愿不做事 或者在立法会里面 低头认错 他不做 死都不做 但是你看一下梁振英 梁振英为什么能够上到位呢 就是因为他帮共产党搞港独 现在大家都清楚 不用我再说港独之苦 对不对 很多港独的东西 就是由梁振英搞出来的 跟着呢 就有一些卖港卖 就是出卖香港出卖良心的 好像聂德权这些 你上一个不做吗 那现在就是我做 公务员 现在不是说新入职 所有的公务员都要宣誓 或者签注效忠声明 效忠什么呢 不是效忠特别行政区 是效忠共产党 好了 那你会跟我说 不要紧 最多就是炒 如果我以后犯了 最多的我就最多炒 不是的 老屁肤就一定签 为什么呢 做多几年 做多几年就拿到这个长逢 对不对 这个呢 又再 又再 严重一点 就是说 你公开讨论公共事务 你要跟政府决定一致 那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政府不是中立 我们讲过很多次 中立的就没有立场 对不对 那么就有十七万人 就要跟政府站在一起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吃他那碗饭 就是在共产党的想法就是 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经常跟我说 香港是我的呢 因为 你说香港是我的 我才能拿到你的钱 对不对 你想想如果香港变回 49年国内做什么 是烂地来的 香港是我的 就是告诉你 你听这地是我的 那些钱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你要在我的地方 玩吃 你就要跟我的那套 你不跟我的那套 你就欺食 要么你就走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原来有后果的 你不要想着 喂我整个 我整个 我整个 我如果说 和政府的立场不同的话 最多就是炒我 最多我没有一份长讽 不好意思 違反誓言等于 違反国安法 他签可以隔职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不签 就可以隔职 你当时宣誓的话 等于违反国安法 违反国安法 就很麻烦 你又不是没有了一份长讽 那么简单 你不是没有了一份长讽 那么简单 你违反国安法 你要坐牢 刚才大家看到那位小孩 找到一张文宣 他很简单 在你的Facebook里面 放个五大诉求 已经搞定你 那你就慢慢自己去证实 你就被人黑入了 你证明到你的Facebook 被人黑入了的话 那就没事了 你证实不到的话 那你就很容易 违反国安法 我只需要在你家 即是现在大家 一会儿我们讲 传媒的时候 我们会讲 我只需要在你家 放一张文宣 你就已经违反国安法 就是这么简单 在你的门口一贴出来 你收工 那就是说 你永远 不是你要听他说 这么简单 是你永远 不要捉到他的attention 他要动你就随时可以动你 至于你说 你现在还做不做公务员 就是你自己决定 所以你看到很多退休了那些 一句话都不敢出 因为为何要保住那些钱 但我告诉你 你的钱 终于都保不住的 共产党 你保不住的 你不要以为你真的保得到那些钱 保不住的 大哥你几十万一个月 你每个月什么事都没做 由五十多岁 拿钱拿到八十岁 你认为你可以吗 不会的 他最后没有钱 都会谋你的钱 你聪明的 就搬走那些钱 然后连人带马搬走 如果不是的话 你香港这么多柳城 你会死硬的 我告诉你 我们早就已经说了 这个我们在patreon 都已经说过 如果所有的採访记者 是要经这个 新闻署去给这个牌照的话 那就是说 你是他那边的人才能够採访 和现在你看到华春莹 梗爽那些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外国的企业 或者外资 疫情一好转的时候就走呢 就是这样子 之前他不走 你以为他真的不走 因为疫情问题他不走 你以为真是这么少人移民 因为疫情问题 所以少人移民 情况一改善 就闪了 就闪了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也不是香港的官员想的 这是中联办想的 中联办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中国是这么做的 中国有传媒的 中国有记者的 不过那些都是他的人 央视是他的人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都是他的 没有互联网 他现在不是做同样的事情 没有新意 没有新意 林郑一定 其实你不用说任何东西 因为他现在只能够跟着中央 叫他说什么 那晚发了个 WhatsApp过来 或者发了个信息 微信过来 他就只有跟着做 他们没有其他东西 说的 就是 当你只能够隔一条街 这么远去做访问的话 实际发生什么 你是不知道的 放一张文宣下来 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放一张文宣下来 就已经搞定了 坦白说 任何 在 认可的传媒里面 出任何一张照片 都要给党委在里面看过 出任何一篇文章 白点说一句 慢慢慢慢地 你就拍不到真相 跟中国一样 是吧 你可以在家里採访也可以 那我又问一件事 如果这样的话 你警察在家里執法就可以了 是吧 需要什么出来 你不用出来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说过一次 精人就出口 笨人就出手 这些东西中联办不会说 就是叫你们说 就是叫你们说 邓炳强 你出来说 就是这样 他说的都是那些脏脏脏的东西 好东西他不会叫他出来说 好东西就是中联办出来说 坏东西就叫你们说 制裁就制裁你 制裁了 对不对 当所有这些 采访 新闻自由 采访自由 言论自由 没有了 外国的投资 外国的机构 就会走 走完之后 香港就 剩下这些 紧余的老本和美金 当共产党刮了这些钱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在香港搞了 因为为什么你没有钱 就是他不会搞深圳的 搞来干什么 没有钱 那些钱是人民币 就是这么简单 他就不会再搞了 就是刮到你干干净净 香港他就不搞了 因为为什么呢 没有钱搞 没有钱搞来干什么 很少人会分析 我见到很多人都说这些 但是很少人会分析这些 何君尧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 其实 你不应该用这个人 你明白吗 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 好大起功 现在他做这件事很明显 就要博出位 是吧 就是想做下界特首 我曾经听过 他想中联办叫他做下界特首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不会有可能 好了 但是这件事 何君尧说得出来 而建制派可以谴责他的话 就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 那为什么有人会谴责他呢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联办要跟建制派说呢 说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分析 我们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何君尧有说 在中联办的闭门护议里面 有三件事要处理 包括费 包括争取脱去假法 就是说打低法官 废除大律师的清险 如果将司法推荐委员会 由人数由9人增至11人很明显 通常你见到 将那个community的人数增加 或者多次立一个小组 他是想架空这个东西 等于香港的行会一样 他动不了你原先的司法制度 因为原先的制度里面那些都是旧人 当时就搞个行会出来 我搞个行会 就是 overseed你所有下面的人 而行会的人是我的人 现在共产党都用同一招 我搞个国安处出来 就是 骑着你所有人 包括你行政长官 你做个假快乐 第二就是教育 隔走黄毒老师 中学民朋友要剔除通识科 但是通识科是他搞的 第三就是社福界 就是要纠正NGO和社工 将他们变成支持政府依法执政 大家很把注意力放在 中联办提醒个别建制派 不要再泄物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中联办为什么要跟建制派说呢? 很明显一件事就是 向来 香港所谓这些 无论是打黄丝店 无论是文宣 无论是口水箭 批评法官这些 其实执行的人就是建制派 执行的人就是建制派 而黑那边就是何君堯 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跟他说呢? 是吧? 另外一个最邋遢骗的就是工联会 因为工联会有最大的利益 所以现在工联会为什么一路走出来说我要搞健康码呢? 因为他损失的利益最大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香港这么多这一类矛盾分化 全部都是建制派这一班狼狼搞出来的 所有的文宣 下面找人 找人做这些东西 去联络一些media 全部都是由建制派去搞的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中联办怎么搞得这么多东西 就是他们来找食的嘛 不是我来看场的 那我就叫你们去搞 就是这么简单 只不过何君堯就是做黑那一饭的 何君堯就是做香黑那一饭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何君堯这个人是不能用的 你看到一个人 这么多嘴 就是做东西 就是这么... 你说他出位我就不觉得是 他只不过是不要面子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有这些人 比如说那些喪彪 就是要这些人 就是在中联办来说 我献身做一条狗的他可以的 因为有什么问题你背 又不用我背 是吧 给不给好处理我就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向来做这些烏图纳达的工作 都是建制派或者工联会下面做的 只不过他给一面好的一面你看 如果不是需要跟他说 跟他说是把鬼吗 大家看到Micro System 就已经高调港匯离开香港了 因为国安法 Micro System是很出名的 他的科技也很先进 大家要明白 香港的科技是很差的 香港的科技是很差的 破解iPhone或者Android Micro System本身 他有跟Google 因为他是美国公司 他有跟Google和苹果合作 其实他为何帮你破解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是罪犯 是罪犯 但问题就是随着 美国开始 反对这个国安法 包括国际 再包括制裁香港11个官员 很明显这班是民主人士 如果Micro System 再帮香港的警方 我相信 他可能会被美国制裁 所以他高调地 要撤出香港 如果他撤出香港 另外还有一家 以色列公司 这样的话 他要破解手机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很困难的 你要破解 在一个完毫无缺的状况之下 破解完 然后原先那个人 都不觉得有问题 才是最难的 暴力破解之后 所有资料都用光 应该是做得到的 但是他破解完之后 王之锋 为什么你拿到我的资料呢 就是他破解了 你都未必知道 那这个一定是拿到的程式码 那就是说 这间Micro System 其实某程度上来说 跟Google 或者跟苹果 是有一个很密切的联系 他是开了那个科技给他的 但是问题 这些是用来打击真正的罪案 就不是用来对付这些民主派人士 就是不是用来对付这些疑见人士 那大家可以看到 慢慢慢慢地 这些公司就会撤出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疫情少缓 那就回去瑞典 是不是 回去瑞典 是不是 或者不在香港切总部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来找我 是不是 可以的 他在瑞典你都可以找他的 但是问题是他不会帮你 那么 20元章 是不是 他 他 就是 那么 那么惨的情况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 你一说到人民 就是说到中国那么强大 那你不要跟美国做生意 不可能的 你做生意一定接触到美元的 那么他都爆了他的儿子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他应该心里有数的 他知道他 是行会成员这两年可能有问题 就已经 就是有些事情叫他儿子和他老婆去做的 但是现在 其实美国的制裁名单里面 是没有张宇人的 是没有的 如果陈治思 自己冲出来这么说 叶柳就说 那些美国资产要走 张宇人都是这样 我相信 行政长官 包括整个行会 都已经是被人制裁了 就是说所有美国的公司 都不会和他们有任何生意的接触 很大惡的 很大惡的 我没见过有被制裁的 是取消过制裁令的 我自己没见过 最少在我这五十多年我没听过 将来我就不知道 很大惡的 因为你是做生意的 陈治思那些是做生意的 我做生意 我怎么可能和美元没关系呢? 叶柳都说要卖美国资产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迟些明年 可能到欧盟制裁了 你就不用玩了 你真是回大湾区 你回大湾区 大湾区都未必可以 因为大湾区 中银和美国都有联系 可能你真是好像王世泽所说 你真的要找昆仑银行 真的要找昆仑银行 不是开玩笑 这些就没有人帮到他 你一见到张宇仁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就说不仅是这个问题 而是张宇仁的那些 他们的业界 其实在香港 向来都是赚大钱的那班人 你现在看看 全部都死了 你猜真是香港 现在疫情已经 缓和回来 你见到是没有气息的 是完全没有气息的 那你就知道糟糕了 所以我说 其实共产党来到 他不会理你什么事 他走过草都没有一条山 就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美国打到他躺下 否则是没得搞的 你不要以为你蓝丝什么丝 买班 你张宇仁都买班 入行会了 陈治思都买班 叶柳都买班 最后结果是怎样? 不仅仅 那你的钱赚到哪里 刮到哪里 就刮到共产党 这个我想说 关于金正恩向南韩道歉 这件事 为什么会枪杀了 这个走进北韩的地域里面的南韩公民 因为杀惯了手势 因为那些人惯了手势 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等于共产党一样 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惯了手势 但是今次 金正恩的反应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他居然向南韩致歉 道歉 我们看到在这几年里面 北韩对中国的关系 和以前大不如前 以往在他爸爸 在他爷爷的年代 根本上 中共说怎样就怎样 说怎样就怎样 全力配合 但是大家看看这几年 无论中共和美国怎样都好 北韩可以说是 选择是靠边站 甚至说他和特朗普是他两个自己谈的 那当然你要他取消核武的话 在北韩来说暂时是不可能的 因为金正恩都不是完全事 但是问题就是说 金正恩和金宇正 即是他们两兄妹 即是三十多岁 他们是想做一番大事 他们一定不会走到习近平那边 因为你都六十多岁 他们三十多岁 甚至差不多他用我二十年 即是他妹妹都用我二十年 你想想在一个年轻人来说 谁不想国家在自己改革之下 我又可以大权在握 各国家又可以繁荣上来呢 以及金正恩是在外国流过穴 他是见过世面的 所以现在很明显 你见到金正恩是向美国那边 即是投向美国那边 但是当然他不能够做得很明显 而今次他道歉 我觉得是人之上乘 为什么呢? 因为他来投城 那你杀了他 下次还哪有人敢来投城 是不是? 那当然是不是来投城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共产党 就不同了 他就会说这是间谍 就说中间发生打斗 但是你看到金正恩是没有 他直接是道歉 如果他跟南韩和文在寅 如果他跟文在寅 南韩签了一个和平协议的话 而令到北韩和南韩可以开始通商的话 情况就会改变 我觉得他这样向文在寅总统 释放一个这么大的讯号 他最先一件事就是要先参加 因为一条三八线 当他参加了之后 就会令到北韩慢慢的贫困情况改善 然后才慢慢引入美国 我觉得他想做这件事 因为他还年轻 他只有三十多岁 他36岁 金玉正好像是三十二三 二十年就可以变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北韩向来就是他其中 一个向外宣洩暴力的其中一个企 有什么北韩就是向日本演习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他不会再跟你做 他不会再这样做 你看到在中国 和美国这么大的斗云战争里面 你看到北韩可以说完全没有出声 一句声都没有 我可以大胆说 他其实基本上 和习近平政府是没办法谈的 和你这个政府是没办法谈 和你这个人是没办法谈的 只要北韩和南韩可以联合 就可以大大改善了北韩现在的困境 跟着再来 在金正恩来说 我宁愿信特朗普 我都不会相信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 他向外宣扬那套假理念 就是什么共产主义 其实背后是脱水 全世界都很清楚 你以为金正恩不知道吗 美国佬都奸 但美国佬奸得来的话 还搜合同 中国是完全不搜的 如果你说 你叫我选一个信 我一定是相信美国 一定是先跟南韩做 因为南韩在旁边 如果跟南韩通商 再跟美国做得好的话 其实根本他不需要靠中国 你看印度也是 他不需要靠你 你就不要给他东西吃 不要紧 他自己都可以买到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我记得我几个月前也说过 金正恩是有心改革的 年轻人 怎会还玩你那套 马克思主义都很狠 习近平都很狠 你还玩马克思主义 现在苏联的奖劳 拉了就打烂了 他是遮住共产主义 整个包装 背后捂你钱 这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他是一个共产党的A货 他是一个共产党的老番 真正的共产党列宁 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 但现在全部通天 谁信你呢 对不对 最后讲一讲恒大 如果你买了四条三 我劝你不要管什么价 快去买了 不要再搞那么多 即使恒大物馆公司上市 我们要影购都要很小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恒大 向来 这些说 境外基金说 有人 即是有境外基金 预谋沽空 这些就完全是荒谬的说话 为什么说荒谬呢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 如果它跟政府有关联利 而你沽空它的话 分分钟你会钉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无限的钱 很简单 只要任何中国一间四大行 或者银行 告诉你 我现在会全力支持恒大 你怎么沽它 你怎么沽它 它一定下不了 它现在没有钱 有任何银行 我全力 endorse你的话 你怎么沽它 没有任何的基金 那么昂糕 会做这件事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哪一个人持住恒大的股票呢 我想问一下 境外基金 哪一个持住恒大的股票 即是你说香港那些人 持住恒大的股票去股空你 不是吧 不要挽救我 对不对 那个问题就是 真正的问题是这里 真正的问题就是 恒大本身 恒大本身 它是一个地产建筑商 但是问题就是 它赚回来的钱 未必 真正丢回到公司 它赚回来的钱 大部分 要是去了许家印那些地方 要是去了党 地方 一路挖晒 跟着它又发债 又发美元票据 发债票据 曾经说过 十几利息都有 跟着就债压债 那债压债 所以 有一个原则 就是那些房子由人买 有人买就可以了 有人买就有现金流入 那由现金流入一元 就顶两元债 但是现在中国 共产党发了一条红线 whatever 它资产负债率 一比一也好 一元又一元 顶两元债也好 whatever 它根本就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问题就是 为什么今次共产党不够它呢 为什么这次共产党不够它呢 为什么会突然间不够它呢 其实够了它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都是靠不断卖楼 去借钱 顶住建下一个楼盘 又卖楼再借钱 借钱就越轮越大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够你呢 原因就是不能够再够你了 因为银行的负债已经很严重 如果银行的负债再严重的话 那就是死了个党 因为银行是党的 但是恒大就不是党的 恒大只不过是听党说的 你不听党说 你就不用自己搵吃了 那一定听的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叫你自己搞定 现在就是 很简单一样它就搞不定 就是 为什么它要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月 全中国的恒大楼盘七折 一个月 但是很明显就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根本就没有钱买楼 你收回来的现金根本就不够 现在说它是早期的战略投资者 因为它之前上市 两年前在香港上市 有些战略性投资者 它要分回 根据当时的协议 它要根据当时的协议 花红和当时的股本 大概加上1500亿 它现在就告诉你 我拿不出那1500亿 恒大它字面上就告诉你 它有8355亿债 实际上很多这些公司 它就将它发行的票据 放了当资产 如果计算它发行出去的票据 其实它有两万多亿债 两万多亿债 现在大约有1500亿 就要在今年清还 好像说一月 一月就要还 即是农历年前 大家想想一件事 如果在你卖不到房子的情况下 怎能够再拿1500亿现金出来 唯有一件事 就是在中国里面再上市 当我一上市的时候 我便集资到一筆 你上市都未必可以拿到1500亿的 1500亿是不少的 已经是200多亿美金 蚂蚁都是拿350亿的 可能它集资到100亿左右 即是1200亿左右 那它拿到1200亿 它又再发帝债 总而言之一路一路还 一路还,一路都差得大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它的债券一路这样跌 即是有些债券本身是没有息的 有些债券是没有息的 它纯粹就是看债券本身的价值浮动 不断跌 股价不断跌 大楼那些 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来 刘联雄为什么会买恒大的股票呢? 刘联雄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为什么他会买恒大的股票 这是令我很怀疑的 我们这些二打六都不会买恒大的股票 你知道他有很多债 是不是? 哪个人会买这些东西呢? 但是居然刘联雄差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金比买的 可能是钱已经给了金比 或者某一些投资经理 他已经老了又病了 被人家投资了我不知道 但是正常 你说以往的刘联雄 绝对不会投资 他即使投资都好 短期获利他就会走的 他不会拿着的 他有股坛追击手之清 是不是? 怎么会跟你长渣呢? 但是他居然 今次是这样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一锅东西的话 一锅炒起刘联雄的 因为他买了很多钱 我没有心机去研究这些 因为我对恒大完全没有兴趣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反映了现在中国有很大的问题 不能够再用自己的银行 去帮你的地产商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没有钱还 就是这么简单 我明知道你没有钱还 我怎么会帮你呢? 如果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党来说 你能够沽水的 我当然是伸着手来 但是一件事 我摆明你没有钱还 我怎么会再叫建设银行 或者农业银行去帮你呢? 听闻农业银行借了230亿给他 你不担改? 是不是? 没有钱还的 坏账来的 好了 为什么许家印这么腾鸡呢? 大家知不知道 许家印这么腾鸡呢? 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在香港上了市 你在香港上了市 你是主席 你那个资产负债表里面 说明你有这么多现金 为什么你现在说没有钱还呢? 我想问一下 你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写的那些东西 究竟是不是真的? 在香港来说是坐牢的 会坐牢的 他这么怕的原因就是 因为国家不支持他 如果国家不支持他 就把罪名搜到他 这些人做假数 他现在才这么腾鸡 如果国家支持他很简单 可以 我们现在建设银行 无条件 无限期 无限量 支持恒大 这个股价立刻弹上去 是不是? 国家不就是印 是不是? 国家肯支持他的话 你欠那两万亿而已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还千多亿而已 你转头 过两天来拿 我印钞机印好 你来拿 是不是? 是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现在 中国的形势 他不会再帮你 你自己搞定 才划三条红线 划三条红线 其实就是送你一程 因为他知道一件事 你们的内房 怎么会资产负债比率是一 是低于一 没可能的事 大部分 都是一元 顶两元债 有些好些 中国海外那些好些 香港人的嘛 碧桂圆那些会好些 碧桂圆都不是很好 其实瓦居乐就稍微好些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不是为什么分拆物管股 因为分拆物管股才能够到水 麻烦的 如果他跟中央谈不够的话 他一塌的话 整个系列玩完的 那你买了他的企业债 之类的话 那你就变零了 基本上 所以我很早期跟别人说 你不要买那些企业债 恒大啊 融创那些十几厘的去到 现在他就跌倒了 很简单 你看多几个星期就知道 你看多几个星期就很清楚 共产党不会 有很多人会说 喂 不是啊 共产党一定会救他 怎会有他救他 未必的 不一定的 在共产党来说 我怎么救你 对不对 大哥你现在那银 两万亿债 我去哪去救你 怎么救你 对不对 谁跟你救 我建筑银行是共产党的 我找个党来救你 那我就吃了你的坏账 那你就会影响到党的利益 没可能的事 你说将来你还能发展 那没问题 但是一样东西大家看到 现在中国 谁还去买楼 对不对 这么多人失业 个个大学生出来都找不到工作 已经有房贷那些 个个就震过猫王 有些已经call loan 谁还去买楼 七折都没人买 才现在搞到这些事 其实大家多看几个星期很清楚 够不够很清楚 那如果大家真的拿了四条三 的话 扔 不要再想 所有内房 除了其中两间 比如说中海 或者华润那些好些 借贷低之外 其他那些不要抖 不要抖 有这个问题的 不止恒达一个 巴菲特的名言 厨房里面 不止一只蟑螂 你看到一只蟑螂 在厨房里面 一定有蟑螂 大家要小心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鑽石狗 昨晚美股 就回到151% 我们的网址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但是下个星期 就有两日假期 所以大家看回 我们应该会很快和大家 宣布有没有节目调动安排 那我们都会尽量先录影 尽量先录影 那我们的日子就定了出来 那我们会说这七项 第一个我们就 说恒大 但是我们会集中在财务分析 就是说我们看回 它的财务报表里面 究竟 你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这间公司是有问题的 第二 我们会说 下个星期二 下个星期二上的中通快递 有读者想我说IGG IGG最近增了派息 一升就升了三成 升了十个多 那当然这段时间跌回 这个星期的市场不好 但是读者说 你不要经常说腾讯 你讲了很久的腾讯 那我们 讲一下IGG 虽然我都在IGG亏过钱 在资讯上面 那跟着有读者叫我说 这个3888金山软件 其实这个股票可以的 是可以的 虽然升得慢些 但是都可以的 那跟着这一只 909就快上市的明元云 明元云就是做软件 但是做内房的软件 那不是内房股 是做内房的软件 那跟着我们会说9688在鼎医药 那在鼎医药已经在NASDAB上市 上市的 上市的了 那在香港就再上市 那 其实我不是太熟医药股的 但是有读者叫我说 我就说 那1952云顶新药 就特殊一些 我都挺有兴趣 因为它虽然说是医药 但是它不是做 就是不是卖过physical medicine 那它是做一些医疗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针对于东南亚和新兴市场 有些什么新的solution 有些什么新的科研 它不是一个医药股 它是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大家如果十月份 对于这些有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十月份的投资日誌 YouTube投资筆记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期今个月就完 大家有兴趣就订十月 好 那我们两项收费项目 投资日誌港股文字版 150元个月 YouTube投资筆记 YouTube版美股港股120元个月 收款就是恒生中银 恒生还有转数快 大家也可以PayPal付款 大家在收调上 写回你的电邮地址 在购买项目拍照 然后分享回去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 那今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中间还会有一期的 星期二、三有一期的 中国民生和民生 那我们都会再 如果有新的进展 关于星期四 这个十月一号民阵游行的话 就会再跟大家分析 那大家记住 任何出去游行的话 你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那我相信大家 现在比较难犯到这个限聚令 因为现在放宽到四人 但是我相信就不会出不反对通知书 所以大家去逛街的时候 你要小心点 有任何不对劲的话 麻烦你走 麻烦你走 也不要说你会参与这个游行 因为有不反对通知书的话 你就非法集结 你就当是逛街 因为那条东角路被人走 你当是逛街 但是千万不要说你参与游行 因为你参与游行的话 你就是犯了这个非法集结 那我们就不会叫别人去游行 但是你当天出来逛街 我阻止不了你 那条街是被人走的 对不对 那见到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尽快离开 尽快离开 最紧要顾着你自己的安全 如果那些孕妇 或者带上小朋友 不要了 推着小朋友 孕妇那些 不要了 他现在警察不管你了 他照推你 照推你 照撞你 其实 道歉都没有他 道歉都没有声 现在是这样的 那些不要再出来 你过了这个时间 如果不是的话 我怕你有危险 好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星期二、三 再会有一集 到此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